今天呢我跟我朋友 我們來到了泰國距離曼谷 一個半小時車程的 Fulling Market 名字叫做Danoisadoa 然後呢可以看到就是 他們開始從呢 到南區的出海 就是在河邊 你就會看到很多的 一些Fulling Market 他們其實都賣的比較多 像是手工衣品啊衣服啊 展示品啊這些的 就是一些比較 擺設品吧 還有就是所謂的柴葉 之類的 但是這種是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很多商家都沒開 我跟我朋友呢 本來是打穿著空著不來 然後就是看到什麼吃什麼 結果來到 大家發現很多都是賣同樣的東西 就是手工衣品啊 還有就是衣服啊這些 也剩下所謂的食物啊水啊 其實並沒有很多 小滴也只有賣了兩樣東西 就是爹水更高點 最後大家會給你們看那個照片一下 然後你今天夠看到 一路上去呢其實是花花這些 花花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是現場作畫 如果你要的話可以 而且如果你還需要的話 你能夠叫團夫停在旁邊 讓你選擇 然後團夫才開走 然後其實呢很多團夫的 家人都是邊岸上的商人 就是他們會 下開過去他們自己 然後跟你說 啊這個是我家人的 所以你們要支撐一下嗎之類的 會有這樣的情況 草地剛好做的就是 船的船服 他的就有兩間店面 一間是他的妹妹 另外一間是他的爸爸媽媽的 所以他最推薦我們買了一些 卡葉啊 衣服啊 褲子啊 之類的東西 還有一些香料 呀 還有他們出了中央 然後你們能夠看到的是 他們都會跟你到手啊之類的 所以又來真的 這兩間店鋪 就 嗯 空一下 在這個馬車上 因為是 設計推薦的 所以才來 然後 因為我們只是買 如果是普通這樣子的話 是兩千塊太豬 如果你要包像小弟 我是包了那個 去其他項 還有去看老子 所以是三千太豬 還有另外一個是四千塊的 我忘記還有多一樣什麼 項目了 但是就是呢 如果你叫你的 driver 夠好的話 可以叫他幫忙你買 因為他們本地人買的會比較便宜 然後 其實這個市場的話 你走 你來一次 個人覺得來的一次就夠了 就是你那種時間就好了 或者說 你甚至不需要來這裡 就要來買一隻椰子 還有的呢 就是幾個櫃 就是椰子的高點 椰子高 但是他蠻香的 值得認真說 還蠻不錯 所以 也沒有要很貴啦 其實 然後接下來就到了這個神廟 這個神廟呢 其實很難以為 聽話說的話 就是我跟我朋友 然後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神廟這邊 逛逛看看 因為其實這個神廟的話 這個廟也只有一個和尚 然後呢 在這邊 你能夠看到 首先我呢 看到神廟都會 聚聚收 拜一拜 跑一趟 這樣子 然後呢 不管是你那一鍋的皮像 這裡都會拜 然後呢 接下來 你們能夠看到 這些佛像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所謂的 我拍的那個 他的景色 就是 他很妙 還有接下來我們就是 奇大象了 這個就是我在相對上拍的 然後呢 其實 這裡有個小小的tips 就是 迅速是會停在路邊 然後 穿上場 賣一些手工衣品 然後 到底是不經理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會去看猴子表演 這邊呢 猴子是只有我跟我朋友 然後呢 就是你能夠看到的是 其實這些猴子都蠻密集的 但是 表演方面的話 你會覺得 他們是一個很傳統的那種 嗯 也能夠說是比較傳統的雜體嗎 就是 比較很傳統 傳統的那種 並沒有很多的那些 比較讓人家驚喜的東西 但是 接下來就是這些場景圖 他們的景象都特別的長 你能夠看到 他們每次都賣了一個手工衣品 然後你會看到他們的佛像 先做分享 再一次 交替到這邊啦 希望下次 你們再繼續觀看我下一個視頻 記得點贊加關注 謝謝鮮明